如果你对我初年 在波澳亚洲轮道的经历 有影响的话 你可能会记得 我充满的热情 在小观察服务台 做了三天的学徒 今年我又来了 因为我初年的良好的表现 被胜着了 成为小观察 预备手术代科官 张师傅 今天学徒怎么有几个 就你一个 就我一个 另一方面 作为一名国际关系专业的 我对今年是很感兴趣 每年波澳的一体 我都会关注的 今天我希望通过 跟这种大佬的交流 有了更多的内容 这样我可以促进 各国之间的交流 小伙子 你这个中文多大型啊 这么简单的开场 把它录了这么多遍了 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我对 这个 有机关系 所以 要好好学习 这位老师 姓张 是中国非物质文化 一场插摆戏的创成人 是我这一次的师傅 我今天的目标 就是在他的带领下 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首席代科官 谢谢 谢谢 错了 怎么了 是左手再前 这么过就行了 好 这样是不对吗 对 这个有点像小朋友要红包 没想到的是 从一开始就开启了对我 中文水平地域级别的考验 这个礼仪有一定的深度 你要学这个礼仪之前 我先考验一下 看看你对中国的传统文化 有哪些了解 Oh my god 这两首古诗是什么意思 你先看一看 青山一道同云与明月合成四两香 香 老香 两个人 编着两个老香 编两个人 下了鱼就会编了个人 这个意思吧 那变魔术 这个两香呢 是指两个地方 合成 哪里是 哪里是两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地方吗 但是你刚说两个地方都是一个地方 两个人呢将来分别以后呢 我们 我们 共处一个阳光下 我们还是 啊 乌龙在哪里我们都是在一个阳光下 对对对对 深入了解了张老师的经历之后 我发现他竟然和我还有一些别样的缘分 我看过你在乌宜山 对 我在乌宜山 我也去过乌宜山 哎 我看过了 你那个是我们现代的乌龙茶的加工 体验很好啊 你体验的那个 是茶叶的加工过程 那现在我们要体验的 是一千年前 古兰队茶的一些精神的需求 这块盐膏茶 加上这个水 我就给你变出一幅图案 好 水加上去 哇 它直接变白了 画一个江南景色 这边画一只小渔船 中国画以诗日画 画的是哪首诗啊 你猜一猜 江南好风景 这个是天宫欢聚 这个是青山云雨 到底是真是江南好风景 还是青山一道同一雨 猜一下 好风景 好风景 我这里没花 没有 所以说呢 我表达的是青山和明月 你看青山明月 北京看到的月亮 和我在乌宜山看到的月亮 就像在一个地方一样 哇 它表现的东西 这就是浪漫 罗曼提克 罗曼提克 OK 浪漫提克 那么能不能加上一个 在这幅画上可以加上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东西吗 可以 等一下 我这个图先拍下来 一点 慢慢的拉开 飞翔的鸟 轻一点 轻一点 你画个什么 两个人 我和你 这个人怎么会站在空中啊 待你上天 哦 不敢随便上天 茶百系它是一个非宜文化 嗯 是宋代文人雅士 最喜欢的一种文化活动 画完 再拿来分给大家喝 我在咖啡里是被煎过这种 这个正好跟咖啡拉花不一样 如果说咖啡里加清水有没有画 画不了 这是它最大的奥妙 你们想为什么清水能画画 是物理变化 我们做画的这个材料啊 有茶粉 微粒 有水 有空气 主要是由空气 也就是气体威力构成的 用这个圆膏茶做原料 然后加水搅拌 形成泡沫 这个过程叫点茶 三龙护顶 把这个茶鞋拿出 補口成八字形 按在掌口上 锁手 大概70多度 哎 很好很好 再快 再快 我没有力气 再快 打开了茶白系这张窗 你可以看清了 茶汤艺术的另一个事件 才完成了这次学习 并且完成了满意的错读 狗熊 黑熊 以后 小观察 预备首席代课官 开始上岗实习了 我准备为不傲的嘉宾们 提供我的浪漫 青山一道 同云雨 雨 is rain 明月合增是两香 你的中文好不错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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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小时候 我们在海岸的海岸 在海岸的海岸 我的妈妈 一直在看我天空 她就觉得 大妈和大妈 都看着同样的天空 我认为那是特别重要的 现在 有很多问题 在世界上 当然 这是我的工作 我认为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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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在一起 这种事 心上一道 同云雨 明月合增是两香 意思是说 都在一起 我们都能在一起 这个跟博奥的主题很像 对 你觉得 中国人在其他人的主题 什么是特别的 我们是从内心里面 完全的开放的 是一个温暖的接纳外部的人 茶 上茶 上好茶 厉害 2014年做报 中国有句话叫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 从这个议题的变化中 就能明显地感知到 我们在给世界 提供解决方案的时候的立场在哪里 播完那么多年 基本上代客很多外国人 你怎么看待重视的那个 代客的浪漫 中国是代客之道的浪漫在哪里 谢谢修正我的中文 中国是代客之道 有两个很有意义的标签 第一个是接受和尊重 只要来的 接时刻 请入座 请上茶 第二点呢 我觉得中国是代客之道的 这个浪漫在于啊 好事多名 茶百姓 在这个过程中 互相也在感知 彼此的这种氛围啊 性格啊 是不是可以 长久地走下去 我觉得 我现在的代客之道 已经炉获全清了 接下来就是我的show time 欢迎各位 下汤韵笔啊 用清水做画 发个他们这边一首诗句啊 落花时节又风君 哈哈 哈哈 你看看我画的是谁 是五官吗 是五官 你猜对了 你给什么分数 从一到十分 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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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镜头的话 我给你六分 哈哈 这个是 两镇两飞过来 它是指那种 落花时节又风君 这个非常有中国画的意识 都是画中国的意识 现在你们就可以 体验一下了 好 可不可以说什么 关门弟子这种 不能关门 关门怎么传承呢 中国有一种 威婉的浪漫的表达方式 跟我的文化的表达方式 是基本上是相反的 这里可能写 享受杯茶杯 但是在中国想 少观察这杯就是 通过一首诗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 可能很多外国人 在中国出不了声音 如果中国人想要出海 也得了解外国的浪漫是什么 作为熟悉代课官服务师 我遇见了小观察的每一种 他在歌举上 彻底的让我打开了 一直要评价我的表现 我觉得你是 博奥所有的外国人里面 做得最好的 这算是一个夸奖吧 谢谢 一定是一个夸奖 谢谢 那你是怎么了解 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和 代课的浪漫 我觉得中国人呢 首先第一个其实是 含蓄 这个含蓄背后呢 就会生出很多的礼仪出来 通过查这样一个载体 很好的去表达出了 中国人在代课上的这个 礼仪 传统 文化 那这一次我觉得就是 包这么一个重要的 这样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平台 让这些传统的文化去展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当年轻人 看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他一定是能够对我们的中国茶 产生出不一样的这个感觉出来 这两天的学习有什么感受啊 感受很多 收获很大 谢谢老师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啊 通过这几天的学习 你对中国式代课的浪漫 有什么感受啊 我觉得中国代课的浪漫 经历了两天高密度的成语 古诗和传统茶文化的教育 我开始慢慢的了解了 什么是中国式的浪漫 是公寿里文化意识的尊重 是茶白系传统记忆的成绩 是古诗词情藏欲净的克制 最关键的是发着内心的温暖 好客与包容 他潜伏在刚刚那一切的表现之下 让博敖成为连接世界的盛会 让小广茶成为中国代课的独家记忆